今天这段经文是在编患福音4章31到35节 我们现在一起读一下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到搜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举摩向田观看 专家已经熟了 可以搜割了 通常这段话 这一句的话 35节会单独来分享 我今天把他并在一起 就是有他原因 这段经文是在耶稣与井边的妇人谈话后 门徒们从城里面买了食物回来后 给耶稣吃 耶稣说了一段话 那这段奖论是门徒邀请开始 但是也具有约翰福音的一个宣明的特征 就是从物质到精神到灵 是借用比喻故事带出的一个属灵的深层的含义 当然耶稣在这里不是说食物不重要 而是这叫介绍物质 就是食物带出属灵的这个重要性 让门徒能够学习这个功课 那食物的重要性对人来讲是不言而喻的 小孩你不用教他 他都知道早吃的 小的时候在文革期间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呀 家里面有些饼干糖果之类的话 父母都会把它藏起来 免得我一下都把它吃完了 但他不管他们怎么藏 我都能够找到 找到了又不敢多吃 偷偷的吃一点 所以说我就讲食物 我们中国人已经讲嘛 华人都说民以食为天 但是自从人类背离神过后 我们就不知道 还有比食物更重要的 除了身体对食物的需要 还有灵的需要 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 那些来的best 就和我们过去是一样了 他们更看重的是物质层面的需要 跟他讲灵的需要 他觉得那个不照编辑 那耶稣道成肉身 他自己也有对食物有需要 他也会饥饿 那他这个地方当然不是否认 门徒去找食物 他说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那耶稣的谈话中 他常常提到遵行主的旨意 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 他提到他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 不是要照我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所以对耶稣的来说的话 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说说而已 也不是心里面想一想 而是按照神的 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他有行为的 可以说对耶稣来讲 这是他蒙神喜悦 与神同在的一种 与他同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因此他在 约翰福音的八章二十九节 他说他猜我来的是 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 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顺服神 讨他的喜悦 像刚才我们所唱的 首诗歌一样 耶稣不像我们在 顺服的这个世上 我们会有时候会忽冷忽热 顺服可以说是 耶稣生命的本质 这也因此他走上十字架 主耶稣期待也期待我们所有 跟随他的人效法 效法他的顺服 我相信这也是 他介绍这个食物这件事情 所告诉门徒的 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的 那主耶稣用食物来做比喻 带出另外一个重要的 属灵的意义 就是说食物 的确能满满足 人的身体的需要 使人能够饱足 能使人满足 所以从这个比喻的程度上来讲 遵行神的旨意啊 也绝非一个难负的担子 应该是像吃食物一般的 自然享受 最终使我们的灵里面得到 全然的饱足 所以当我们是 真正是做神所喜悦的功 那灵里面就必然会越来越丰富 饱足 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说 他说反我所行的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叫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因为他在做神的功啊 所以他灵里能够得到饱足 他也是对自己讲福音 但是如果是做自己的功 那灵里会越来越觉得枯干 饥渴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里的枯干 除了有需要对付的罪以外 还有就是没有做神所喜悦的功 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功呢 就是三十五节告诉我们的 就是为主收割庄稼 很有意思 这两常常分享的时候 都把这个分开 但是这个三十一节到三十一节 三十四节对解读三十五节 后面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功呢 就是为主收割庄稼 庄稼的杀种者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刚刚纪念寿难节也复活节 那么耶稣已经用 他十字架上的大爱用自己的牺牲 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需要我们去收割 因他撒下种子已经长成了庄稼 这是主耶稣基督受苦受死而成就的 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收割庄稼 就能够经历神同在的喜乐 以满足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的幸福小组 有一位best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 哇弟兄姊妹兴奋得不得了 昨天晚上我的睡觉都有一点 没有睡好 就是真是很兴奋 真是一种喜乐那种满足 是感谢赞美主 都是神的恩典 他是真是庄稼的主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在世上的时候 你道成肉身 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你这位庄稼的主 主你在世上的时候 你完全的顺服 尽管你是 也是神 但你却不以神为强夺的 你在作为人子 你完全的顺服在父神面前 只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你也告诉我们 顺服并不困难 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困难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 主要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 也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托付 让我们一起收割庄稼 感谢赞美主 求你纪念我们所有在 为幸福小组祷告的同工 在幸福小组中 来做个人布道的同工 不管是做见证 思歌带破冰 让我们在主里面 同心合一 信号福音 使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 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 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成了祷告 感谢祈求 侍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祈求